早安,我是H4,今次想說到底你付錢買Last Seapod 0.9版本裡面可以給你多少內容,值不值得你去買 在開始之前不斷說一說我對Last Seapod的認識 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經買了Last Seapod,弄了幾個天,但當時沒有Monolith of Faith,也沒有Dungeon即地牢,大部分中局的內容都不在,而且當時也沒有Rogue這個class 進回正題,首先你要注意的是這個遊戲還是Early Access搶先體驗版本,並不是正式推出它有很多內容未完整 什麼意思呢?它的角色已經齊了,但不是所有角色都有齊它三個不同的昇華,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就是它的章節或劇情其實是未完結,暫時只是出到第九章 我自己就用了七八個小時才過完大部分的章,但這遊戲有個好處,你不需要完結所有章節才開始你的End Game內容 在直播的時候,有位觀眾好心提醒我,他就說,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去試試打一下End Game 在End Game那裡就會找到一些比較好的裝,之後你再回來推這個主線都沒問題 我就接受了他的意見,然後我就在那一刻開始就去打了 那一打就打了幾天,End Game在Monolith of Faith那裡玩了,裝備是有提升的,但我去到第四天我才再記起 我好像還沒做完這個主線,那我就回去做,當然經歷了這麼多End Game內容之後,我的角色已經非常強大,主線已經是不堪一擊 在我說這遊戲還有什麼其他內容之前,我就想大家focus回在我剛剛所說的說話裡面 就是關於我可以打打一下章節,然後選擇去打中國的內容 這遊戲除了在這裡可以有這種選擇之外,周不時都有很多情況之下你其實可以選擇你想玩的方向 什麼意思呢?例如在End Game內容玩Monolith的時候,理論上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做完整個任務 然後再開另一張圖,然後再進去打 但是,他在打Monolith的過程裡面也有一條bar,就是根據你殺了多少怪,他也會顏外給你一點點進度 那這件事就令到我有時候可能不想太急,慢慢氣一下打,我又不會覺得自己浪費了自己太多時間 那有時候我可能比較積極一點,想砸砸砸砸砸砸地圖,我也不會覺得我miss了些什麼 除了這件事之外,你所選擇的技能,技能裡面的天賦樹,又或者你角色的天賦樹 這幾件事你都可以很自由地選擇,而且重點的費用並不多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喜歡不停嘗試,不喜歡看Build Guide的人的話,這遊戲會很適合你玩的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重點了某些技能的時候,他低了level 好像這個game迫我,不想我重試,實質上並不是這樣 在這幾天的直播裡面,我就已經轉過很多很多次的不同組合了 每一次轉完之後,打多一會,他基本上就已經回到正常的水位,我想試的東西也很容易就可以試到 當你結束了,決定了怎樣玩的時候,你要將它升上去和你現在最高level的那招技一樣的時候,要用的時間也不久 只要你不要給好像要升過這個概念去重點的話,其實重點技能天賦樹就真的不是一件難事 而至於重點角色的天賦樹,那裡你只需要翻城,找個NPC給一點錢就可以解決,價錢也挺便宜的 說到技能和天賦樹,這遊戲就有五個不同的角色,而且每個角色都有三個不同的昇華 就正如一開始所說,並不是所有昇華都已經開放,有一些他們就未弄好,遲些在推出之前就會弄好 剛才說的有很多東西可以重置,昇華是不包括在內的,昇華是不能夠被重置的 遊戲的進度方面,你就是先過張,在過張的情況下去到某個位置,你就可以自由選擇去不去開始做你的中局內容 中局內容就是剛才所說的Monologue for Faith,它就有點像POE追憶和預圖系統的crossover 當你每一次進入一個地圖之前,在那個版塊上就已經顯示了,當你成功完成這個地圖的話 究竟會有什麼東西的獎勵,這樣你就可以選擇你會朝著哪一種獎勵的方向去進發 如果你在稱這些地圖的圖中死亡的話,這樣你可以再次挑戰那一區,但就會失去了那個獎勵 那就跟其他ARPG打地圖的部分差不多,這個其實是比較千批一律的模式 但有比其他ARPG不一定要是稱完地圖王這樣才完 他每一個地區進去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任務,你做完那個任務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任務的種類並不多,可能是四種或者五種的分別 即使有不同的分類都好,因為種類太少了,你都會覺得重複性比較高 除此之外,他也有ARENA,一個競技場的地方,這個我跟朋友Kana一起玩 在這次這麼短時間內組隊的情況下,我們其實就遇到一個Bug 就是我跟他分別都想去對方那邊,最後就卡在一個時空之中,就是你眼前看到的這個畫面 最後解決方法就是我需要重新登入,然後再組隊,然後去他那邊,這樣就搞定了 你在裡面最主要就是守著幾波的攻勢,守完幾波的攻勢之後 他就會有得給你選擇你想向哪一個難度挑戰,然後打夠一定的難度之後他就會有一隻王出來 殺了那隻王之後就可以獲得你之前累積樂的那一堆獎勵 去到最後一個End Game系統就是Dungeon,即是地城系統或者地牢系統 這遊戲裡面暫時就有三個不同的Dungeon 每一個Dungeon裡面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機制,機制是很有心思去做出來的 我不想劇透太多,但是就在這裡舉其中一個例子 有一個Dungeon裡面,他就是給你可以選擇用免疫火焰傷害或者免疫死靈的傷害 只要你在適當的時機轉換適當的免疫,那個Dungeon其實就不難 但是如果你搞錯的話,你所成長的傷害也都非常之高 這樣就令到你整體平時打鬥的過程裡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另外那兩個Dungeon也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機制,我不想劇透太多 所以在這裡就不會包括在內,希望你們如果最後決定玩這遊戲的時候可以親身體驗一下 每一款Dungeon都有一個很特定的獎勵,而且每一款Dungeon都有四個難度可以挑戰 有一個Dungeon就是當你贏了之後,他就給你選擇你可以選擇放多少錢進去 所以開個堆寶箱的獎勵就越好 另外一個就是根據你在地爐裡面有多好,他就會給你一個特別的籌碼 那個籌碼就可以拿來賭裝,賭出來的那一件裝,通常都會給你在正常找NPC賭錢的那些裝好得多 然後去到最後一個就是你弄這遊戲裡面最厲害的裝備 可以讓你拿一件傳奇裝和一件T6或者T7的稀有裝,合起來成為一件裝備 Endgame的系統大致上就是這樣,但一隻打寶遊戲又怎可能不講一下打寶呢? 剛才也說了,其中一個Dungeon就是你弄最好的那件裝出來,但並不代表跌出來的寶是沒有意思的 每一件傳奇裝都有機會有0到4個legendary potential 如果你想將它合成為legendary裝的話,那件傳奇裝最少要有1個legendary potential 而合成的另一邊Exotic裝也只能夠靠跌出來去找到 聽完這堆東西你就覺得是不是沒有打造系統或者沒得整裝呢? 有的,你跌了一件Exotic裝,其他詞都未必會是T5 你依然可以靠它的遊戲裡面的打造系統將那些詞升級 又或者有機會將它變成另一條有用的詞 只不過是將打造成為做最好的裝的其中一個步驟 並不是由頭到尾都可以從零開始做一件最好的裝出來的 最後還有一件事就必須要解答的 就是到底由我上一次玩到今次0.9版本 我覺得整個遊戲有沒有進步到又沒有好到 我的答案可以告訴大家是肯定地是有的 它除了剛才所說的新系統之外 它遊戲的效能也比之前好很多 那我同一部機即使玩它0.85版本 我這部機是不可以暢順地保持到60fps的 但是今次它更新之後它的系統優化做得非常好 我不但可以保持到60fps 我甚至乎可以在直播的情況下保持60fps 展望未來官方也有一大堆東西已經準備好準備去做 而且看它們過往這幾天內更新的速度也是非常迅速的 在0.9版本推出的一個星期之內 它們就已經出了5個不同的Bug Fix或者更新了 那到底買這遊戲可以給你多少個小時的內容呢 那我現在這角色就起碼玩了25個小時了 那在這裡我覺得自己距離Endgame都還有一段距離 那我想快極都要起碼加多5個小時 那這個可以給30個小時的時間去 這只不過是一個角色 這遊戲有12個角色 而且每一個角色不止一招技的 那這裡加上最起碼都可以超過100個小時 也都未計算它將來是會持續更新 甚至乎去到它正式推出之後會有賽季系統 所以這遊戲是絕對值得你去買的 那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吧就這樣吧拜拜